这驴头啊,秋儿哥泡了一晚上,羊毛用刀给它劈开了,因为每个家庭吧,没有那么大的锅,劈开之后更适合家庭的小锅来制作,然后咱们把驴头放入锅里边,给它焯烫一下,放点生姜,放点大葱,再放点高度白酒去腥,汤烧沸之后,咱们打出浮沫,把驴头煮五六分钟,把血水彻底的煮干净,驴头煮五分钟之后,咱们捞出来,用刀把驴死去, 折到这个筋皮,给它刮掉,然后咱们准备点糊驴头的料头,准备几碗大蒜,用刀把大蒜拍裂就可以,生姜切大片,好,这些就够用了,准备几个干葱头,切成块儿,切点大葱,春椒准备腰把,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去腥蹄味,它吃不太多, 吃不出来腊味,家里边做菜,剩下的大料瓣,咱们放点香叶四片,大红袍花椒一小把,白纸三片,桂皮三克,小荤香一小把,然后咱们给它系上,驴头处理完之后,先放在小铜里边,先跟这儿烧着,然后咱们把酱汁先调了,锅烧热,咱们加入食用油,油烧热之后,咱们先把料头放过里边, 咱们小火把料头的水分炒出来,把料头充分的炒香,水分全部挥发出来了,现在料头成金黄色,咱们放一点脾线豆瓣酱,把豆瓣酱炒香,炒出红油,豆瓣酱炒香之后,咱们再放入120克的黄豆酱,黄豆酱下锅之后,一定要多炒一会儿,把黄豆酱的酱香味充分的激发出来,然后加入一大勺海鲜酱油, 大概120克左右,炒出它的酱香味,再送锅边烹入30克黄酒,挥发蒸香去腥提味,咱们把这酱汁充分炒香了,再倒入铜里边,加入20克蚝油,提味提鲜,老抽20克,调底色,如果家里边有红薯粉的朋友们,咱们放点红薯粉,调颜色,精盐,放入45克,调底味, 鸡精2勺,10克提味提鲜,胡椒粉8克去腥蒸香,再放几粒冰糖提鲜,增加回味儿,最后再放入香料包,汤烧沸之后,咱们把这浮沫打出去不要,但是说咱们打浮沫的时候啊,还有一个小计较朋友们啊,咱们打浮沫的时候,下沉的油,咱别撇上去,油它能有效的增加驴油的香味, 想要咱们改成小火,如果想吃烂乎点的,咱们就炖三个小时左右,如果想吃,不是特别烂乎的,咱就炖两个小时,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,视频露到一半,秋儿哥呀,出来露个脸,如果大家我手机还有垫的情况下,希望大家呀,能给秋儿哥视频的下方大拇指,给秋儿哥送一个免费的扇,秋儿哥在这里边,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,秋儿哥的驴头啊,呼了两个半小时,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, 因为秋儿哥这驴头不大,七斤多点,让咱们剪出来,驴头呼好了,不知道观看视频的,说说大爷们,看看这驴的牙,能不能知道这是老驴啊,还是小轮啊,留言在评论区里边啊,咱互相探讨一下这,前边这大把牙,让秋儿哥砍掉了,要不捅太小,咱们顿不下,咱这驴头啊,也可以有很多种做法, 比如说驴脑,咱们这么酱吃,不爱吃,咱把驴脑先取出来,蒸着鸡蛋糕,我跟你说,那非常好吃啊,非常嫩成,驴口甜,咱们可以泡椒炒,秋儿哥先搂一片吧,啥也不搂了,先来一会儿,塞帮着肉,塞帮着肉啥吧,朋友们呢,太香了,朋友们啊,哎呀, 来个大串,像这汤咱们千万别冷,咱们这里边炉点鸡架啊,或者炉点鸭头啊,都可以跟你说,肉是一方面,汤也很重要,没有汤的味道,你也呼出来这么好吃的驴肉,哎,那么好,四面到这里呢,一到家庭版的呼驴头,就直至完成了,如果大家伙学会了,或者能对您有所帮助,希望家人们能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,圈哥在这里边, 先感谢家人们的支持,我们明天再见,拜拜